good morning guys how you guys doing? welcome to another daily vlog 好 今天特別的興奮 为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去升级一下我的录像的设备 当然不是买新设备啦 依然是那个讨二手货 快给蜜亚上个镜 蜜亚可以想上镜了 你知道吗 他每次你知道吗 他每次去拍我的时候 什么时候拍我 就是我没化妆 然后我最丑 然后脑最邋遢的时候 他特别爱拍我 我每次一化妆中收拾干净的时候 他就把我忘了 哎 我这是为了视频点击率有容易吗 拜拜 我也到单位了 先去上班 干嘛呢 上车 咱先哪儿去 咱先哪儿去 哦 对 你要去那个是吧 忘了东 要先去取东西 还是怎么着 要去东西 你饿吗 我还好 不想多 怎么着 你中午吃了不 我吃的那个三明治啊 那我们先去取东西吧 Hello, 这我已经到了 因为上个早上跟大家说过 我要过来买二手货了 因为其实主要是升级相机了 因为现在我拿的是那个卡片机嘛 然后看网上有一个人卖那个单反 然后CANON的70D 所以我过来看一下 哇 果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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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视野跟那个GoPro差不多 啊对 哇塞Mavic Pro帅爆了 这个国内一台卖就它单击一套是6000多 6000多 如果是双电池还有什么双掌那些 哇 8000 信仰机 这感觉挺不错的 哇挺扎实的看着 好扎实 你一次没飞过呢 还没飞 最近天气不太好 你刚拿回来吗 国内回来 加油这个啥时候不想玩联系我 好好好 七零地 搞定 谢谢拜拜 下雨天堵成香 多少卖速度看多少卖 多少卖 10卖 10卖啊 这是高速上 这在高速上窝了个天 前面肯定出事了 你看先速变成50 原来80的 现在变成50 还50 20都开不起了 看见了 我看到警车了 我也看到警车了 肯定出事了 看什么 哇好几辆 哇塞 哇塞 几辆车 没数 五辆 超过五辆 大哥 你先相机了 你看傻伙 你看那会儿和多 小短手 多拉鲁门 你把你多拉鲁门的手给大家看一下 来来来 你看这多拉鲁门手 来来来 你看那小手 给我来个特写 这么帅气的大手 好买完相机了之后 再回家路上 我们买相机是在北岸 然后开了来回46分钟 我现在还没吃晚饭 现在几点了 七点半了 七点半了 然后我们下班之后 接完密亚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北岸去取相机 因为 哪里有40分钟 一个小时多好像 因为刚才北岸遇到连环车祸了 所以就有一点点多 大家别着急 所以等我们回去做完饭吃完饭 就开始开箱 也不能算是开箱 也半开箱 因为它保持的确实是核心的 没什么两样 然后所有的什么说明书 什么其他的配件什么都没拆封呢 可以对比一下这辆 同样是佳能的卡片机和佳能的单反 拍出来视频到底有多么大的区别 然后我买了个70D的机身 然后它又配两块电池 然后又配了一个就是单反底座那种 里面可以放5号电池那种电池仓 然后又配了一个remote就是控制器 然后又配了一个广角的镜头 它没有那种套机是正常的那种18到多少的那个镜头吗 它配的是一个广角的镜头 10到18的canon的广角镜头 正好举着会显得脸可能会小一点吧 显脸可能会小一点 我还不确定 所以等会来看一下到底确定脸小不小 好确定我这个投资到底正不正确 然后那个投资的话 这一套整个下来是1000刀 然后整个我这个卡片机全新的下来 这边也是960刀 所以感觉差不多 但是那个单反啊 这个是卡片机啊 所以还蛮期待它俩对决到底 谁的画质更好一点 对参考你撤了后续 好吧好吧 我都有点紧张啊 你没有点紧张 紧张啊 已经看了 对已经看了 你说 后续事件就是说 是这样子的 那个人呢 他把保险报的时候就报错了 他报成说 那个当时驾驶人是他父亲 好像大概是这样子的 然后保险公司就说 我们我之前就问他们 我们说报保险 然后他就说 我们现在就要核实一下 那个驾驶手的身份 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 他报保险的时候 报的时候 一个比较老的人驾驶的 但你说是年轻的人 然后他又核实了 确实是他儿子驾驶的 然后呢 他之前就报了一个保险 那个就要取消了 再重新上一份保险 但我不知道中间 有没有赔偿经压 之前我不知道 他们自己交流 然后保险公司就说 他到时候说他错了 那就全场赔偿我 然后他就让我们去选 那个修车公司 他们就全修了 还是蛮良心的 对啊 对啊 还是有良心的保险公司 不然我就 但是主要是他们客户 先把保险报错了 我觉得他比较内疚 已经讲 我们客户已经说了 这么大的谎言了 对啊 对啊 有什么事 千万不要撒谎 要撒谎的话 基本就是理权责 对啊 就没有什么纠纷了 他可能觉得我们客户 今天已经骗人了 后面的话就不太好说 对啊 他整个信用就没了 对啊 信用体系都没了 对啊 不然他完全可以说 依然你们各付各的 然后呢 我们不管了怎么怎么也可以 对 现在就比较那个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事情 已经完美解决了 所以就得要找保险公司 什么事情都得 对 好 米娅加油 你累了 加油 米娅来做饭 我们开我们的 开我们的箱里面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斯丹德 斯丹德 专业数码单凡手柄 然后还有一个镜头 10到18的广角Canon的 这边卖真的是446的 我知道这个国内卖1700多 这边446的话 452乘以5 452就卖2000多了 2200多 哇 比国内贵的好多 这边的数码产品真的比国内贵好多 然后主角就是 大家伙 70D 有一个光盘 光盘啥用我也不知道 然后这就是各种参数 这竟然是奔腾的处理器 1.3GHz 还有WiFi HDMI 接口 还蛮全的 然后整个的都没开 说明书啊 那个 什么 说明使用书 光盘 这光盘是日文的 应该是在日本买的吧 然后灯灯灯灯 然后里面有一个充电线 哎 两个充电线 这是 这是什么充电线 这个头应该是 这个头肯定不是信息栏的 是哪个头 也不知道 然后有一个充电 充电器 这是一块备用的电池 然后这个 7TG的那个 这叫脖带啊 这挂脖子上的 挂脖子上的 叫肩带 还是脖带 就叫脖带 脖带 然后这个就是 传输相机传输 往电脑传输的线 我用不到 因为我直接把SIM卡 拔下来就OK 然后最主要的大家 就是它 哇塞 好大 给大家对比一下大小 我感觉这个 7TG 有这个 G3X M2的四个大 四个大是点夸张 但是最少得有两个到三个大 但是做工确实很扎实的感觉 应该一两下摔不快 然后就是 镜头 这块镜头 但是还还真的还蛮轻的 感觉前人主人 确实很爱戏 镜头跟新的一样 这还是我第一次组装 那个 单反 之前根本就没用过单反 然后 哇 对啊 牛镜了 那70D的好处就是 它这个外面 这块屏幕是可以翻转的 和我现在用的一个相机 是一样的 可以翻转 可以这么翻 就可以这么翻 就可以这么翻 因为这个镜头的光圈是4.5的 所以在那个 光量不是很充足的时候 它的 拍摄效果可能没那么好 然后70D也是和我现在这个相机是一样的 这个是可以护摸的 感觉还是相当的方便 那看一下我现在用的就是 我的之前用的卡片机 G7X Canon的G7X Mark II 然后我们现在换成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区别 感觉应该是超级广奖的 有没有 然后放近一点 然后感觉这种应该是和我之前的G7XX 是一样的视角了吧 然后 这样就是超广奖 感觉有没有很广 哇这个好广啊 但是为什么你脸依然大呀 我心脏病犯了 我心脏病犯了 米娅你给我过来 我心脏病犯了 但是真的确实是沉了不止一并半点 好沉啊感觉 但是感觉这个会清晰一些 就是 是吗 嗯这个会亮一些 哪个会亮 这边这个亮一些 就是卡片机会亮一点 对它亮它光会很好看 这边的光明很好看 然后把ISO调了一下 ISO现在 现在我ISO调到了6400 然后大家可以评论一下 你是喜欢现在这个广角 还是喜欢这种自然很正常的角度 因为当时换这个广角的话 就是想第一个是能显得脸小一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能够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 更清楚的看到我周围的环境 能更加了解更多的信息 毕竟能收纳很多的信息 背景比之前大了很多 然后我在网上买了三小架 然后过两天会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种感觉 我现在拿相机就是这种感觉 这么拿着 然后这么入 但是真的很沉 哇 比之前那些小的相机沉了好多 感觉的超级练避力 Hello guys 我们已经吃完饭了 然后现在在同样之前一直经常在的地点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灯光 然后同样的人 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对这个场景 但是只是今天用的相机不一样 用的70D 然后今天超级兴奋 讨论了一台这么棒的相机 大家评论一下 你对这台相机的无论是声音方面 还是拍照色彩表现 还有这个广角 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们是喜欢我之前的那个小的相机的画质 还是这台巨大的相机的画质呢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吧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依然要积极乐观正能量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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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